國民黨 由台北市議員鍾小平所領軍 組成的KMT籃球隊 今天第一場比賽 是對上了建宗的校隊 而建宗校隊的股兵隊 也相當特別 就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天他還擔任了開球嘉賓 籃排隊這樣 好 不過因為你們沒有預算的壓力 拜託各位同學就不要客氣了 由於建宗他穿著是白色的球衣 所以國民黨穿著是藍色球衣 所以這一場的球賽 猶如像是選戰一樣 形成了藍白大戰 原本柯文哲跟丁守中 都有可能會晃晃的 但是丁守中厚道了 不過丁守中他還下場比賽 來看一下他的球技表現 雖然有拿到球 但是投了一個大麵包 而在這一場比賽當中 場邊觀戰 還有一個相當受到矚目的人物 就是吳敦義的夫人 蔡令宜樂 由於他先前 在南台灣淹水的時候 有一些食眼瘋潑 還被分為是地下的國民黨主席 來聽他怎麼說 我們本身現在是志工 本來就是為國民黨要加油的 那自己怎麼講 那我現在做一個志工 往前衝 他表示身為黨員以及志工 要盡力的來服選 而在這場比賽當中 他也是相當盡力 一直都在場邊 努力的來為國民黨這個球隊來加油